我现在来到了英国伦敦的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呢是很大很大的 世界上应该能排到前几位的博物馆的吧 这个博物馆呢最大的好处呢是什么呢 免费 我研究了半天呢 终于知道它为什么免费了 因为它这里面的东西呢没有成本 都是除了偷来的就是抢来的 不像别的博物馆一样还要收购什么的 这都是直接去拿钱 把周围的一些国家的好东西 全世界的好东西全往这里搞嘛 而且都是免费拿的 所以它没什么成本就免费了 好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啊 现在已经进入了英国的博物馆 英国伦敦的大英国博物馆嘛 这是在外面看到那个圆顶周围那个圆顶玻璃顶 现在我们进到这个博物馆里面了 这是一间大英博物馆的那个大厅 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厅 前面是一个塑像 这塑像是当年他在爱德华皇帝吧 就是英国的那 现在开始 开始一步不进了 那就是这一步 人是一步不进来的 我这边是一步不进去的 我看一次 我们再说 我们继续 军桥 大家 我们再说 今天我们要 radial 我们再说 我们再向那边 各种各样的药片 都是各种各样的药片 草变的帽子 草变的衣服 这是复活街岛的那些人物一样 这个石像 这进入大园厅了 大园厅中间是个商店 这是孔子吗 这应该是中国的东西 清朝的 这是一个清朝的一个 清朝的一个雕塑 搞过来了 大园厅这里面都是吃的喝的 吃的喝的商店 这博物馆卖吃的应该是卖原来的那些吃的 这都是现代化的吃的 这都是 博物馆最大的好处呢 是免费 在其他的地方呢 收费的而且价格很高 但他这个地方呢 门口呢有个捐款箱 你可以捐款 我们先一个个镜 我们先一个个镜 这都是埃及的一些头像 一些东西 这都是埃及的说的木乃仪的那棺材 里面放的木乃仪 我这个脑袋 脑袋给人敲下来了 上半时敲下来以后就成的这个样子 这是大棺材吗 这个东西 这是大棺材吗 这是大棺材 石棺材 石棺材 这个棺材都盖在盖儿呢 我原来记得在卢副宫里面 有好多这种棺材 还有木乃仪什么的 这现在是埃及的东西 我现在考虑埃及 现在还有没有 剩下的东西 搜索都给扔过来了 哪天到埃及去看一下 看一下埃及还有东西吧 我整个的一面墙很大的一面墙都给搞过来 可喜中国那些当时的文物不单是他们抢 还有好多人呢往国外贩卖 这一堆大狮子 看这都成双成坠的 这些东西 一边一边一个 哇这个石头大呀 这个几米高 你看这都是原来的在山上的墙体 三体直接就搁下来了 上面都是密密洼洼洼的都是文字图案的 这边都是一些淘气的都是 哇塞公园公园前一千八百年到一千五百年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一线没几千年了 从希腊那边搞过来的 这些东西 哪里的都有 都是公园前一两千年的东西 这还有金的东西 那个年代 这边都是各种各样的淘气 这个好像是铁的了 这家伙 这是一个浴盆 这都是黄金的了 都金灿灿的 哇这终于看到青铜器了 这有一个青铜器 是什么呢 怎么办呢 是什么呢 这陶瓷的东西还蛮多的 都是欧洲的一些东西 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国的瓷器 但这些东西都是很漂亮 这些图案 这些花瓶 这个像中感觉像佛教的像一样 这个发型 公元前六百多年 就是 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大棺材 这大棺材的花瓶 上面有个房盖是这个样子 这个棺材盖 这些瓷器的花瓶 都是很漂亮很漂亮 中国和英国的区别呢 英国人是炼抢戴霾 往英国搞 中国呢 是 现在是让人抢 接着自己再往外倒卖 往国外搞 现在呢 国外炒作器价格来的 再花大价 价钱像洗钱一样 再往中国再搞 这些棺材盖 这些桃棋都很漂亮 这个花瓶 这个柚都很酱的现在 这些雕塑 看来是先让人把头搞掉 先去脉头去 先把头搞掉 最后一晚上身子又搞掉 那头不知道上哪里去的 这个是修起来的 后来 中间这段石头 把它接起来 那腿是把它接上去的 前面这正搞着呢 这前面一个像供电一样 把整个供电都给拆过来了 这是 整个一个供电全部都拆过来了 一点点把它堆起来的 这个海 这个里面的雕塑呢 都是各种各样的 这个稍微近一点的 两千年左右左右的历史 哇塞 这是石头的 谁那么狠 挺好一个雕塑 把鼻子尖给它搞掉 把面根子给它搞掉 你看一个个都是这个呀 这个墙厉害 这个大 这是埃及的 哦 这个这个这个雕塑太大了 差不多有六米高左右吧 这是维纳斯啊这是 有认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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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搞不懂它怎么都叫维纳斯呢 我搞不懂它怎么都叫维纳斯呢 都大大都大理石雕塑的 哇 这是这个我认识 这是二郎神的孝天犬 这个青铜器和这个大理石的这个雕塑 感觉是一个姿势 一样 是不是 这个大石头有几吞纵的 这个雕塑 这个好像是个同在啊 这个好像是个同类啊 这个好像是个同类啊 这个还不是 没有 这个东西可能是个项链吧 真正的金项链 这是一个裤腰带 金腰带 这是人头吗 大厅里面全是这种各种各样的雕塑 整个的一面墙全给这搞过来了 整个很长的一面墙 分个的签开始封闭 这是什么墙都行为 这是站在博物馆的二楼 往中间那个大厅照是这个样子的 最中间那个大圆顶 玻璃顶 这个厅是近欧洲厅的 公元1050年到1500年之间的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感觉像尤克雷的一样 对于慈 provides 完整 值观看 谢谢 是 词 这还有国际象棋,这好像象象象牙的,海象的象牙 这都是一些表了,各种各样的表 这原来的西雅宗啊,看看有没有差戏的 我记得小时候,我好像是在,在我姥姥家是在哪里 在我姥姥家原来有了这个样子的表 这都是怀表 这都是各种各类的,大作中 哦,这个表有三米高左右 这边的表更古老一些了 这个样子的 表的下面带风铃啊这是 这个看的比较清楚一点 这几根绳子,风铃啊都是 都是这个样子 上面转着 一下下跳 一秒钟跳一下,一秒钟跳一下 这就是西雅宗啊这是 看这个表有多高啊 差不多有十米高吧 差不多有十米高吧 这还是地球仪 哇,这个表像明片盒一样 把它夹起来吧 这四个小时的好人 这应该四个小时,有一个小时掉了 拿个大铁锤,一个人拿个大铁锤在这儿敲 这像城堡一样的 下面是风铃的形式 这是一头像船一样的表 没看到表在哪里啊 哦,在中间的 船的正中间就是个表 这还有好多人里面,在雕塑里面 是一头像的 是一头像的 这是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服务区啊什么的 这是谁的馆饭啊 这是一个馆饭啊 这1800年到1900年的一些东西吧 这里面东西是惊喜多了漂亮多了 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亚洲馆 没有看到唐三彩 这是一星湖吗 这是英国也有这种玩意啊 怎么感觉这个材料像一个中国的一星湖一样啊 哦还真是中国的啊 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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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一星湖 中国这是 18世纪的 19世纪的 还有这个 哇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90年的 这个是 19世纪 19世纪 这是1955年的 19世纪 19世纪 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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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都蛮漂亮的 可喜现在有人看着呀 晚上再来一趟了 这是中国和日本的瓷器 不知道为啥中国和日本摆在一起 没有给分开 这边全都是瓷器的 在欧洲的瓷器都是 这个好像亚洲瓷器 英格兰的瓷器也是 英国的瓷器 这个茶壶 异性壶 他们是漆咖啡用的 不是瓷器的瓷器 还是继续的瓷器 还是继续的瓷器 这个画屏可能是中国的了 这是法国的 这是法国的 中国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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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茶壶 这个茶壶应该是中国的了 是 画了个小和尚在这 搞笑啊 小和尚在那跳舞 逗美女 有意思 这个画 这都是中国来的 这都是清华词 都是清清朝的 一六八零年 到九零年 一大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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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零年 什麽 是 有 一大零年 多少 是 好,转到现在,我现在知道今天晚上有事干了 有没有搞货运的,今天晚上开大货车可以过来了 这儿呢,现在都是货币 古代的货币 这都是中国的货币 公元前六百年是哪个 公元前六百年是哪个货币啊 这原来上小学的时候学历史 历史书上有的 清朝那书 这都是中国的原来的货币 这是印度的货币 这是希腊当时的货币 松东的货币 欧洲和北非的货币 这是世界各种各样的货币 哪里都有啊 哇塞,这个罗马的先进啊,就有金的了 这个币首也是货币 这个币首也是货币 也是啊 这都是中国的货币 这都是中国的货币 小刀囤钳 上面这个石头是土耳其的 中亚和南亚的货币 中亚和南亚的货币 这是应该是东南亚那边的 这都是各种各样 这个货币是感觉漂亮一点的 中间是镂空的 欧洲476年到1000年的时候的货币 这个陶瓷罐子是放钱的 东东那边的货币 这欧洲的货币 东亚的 东亚的应该是中国的货币 大名通 这是银票吧 同钱 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经常见得到 现在也见不到了 土耳其的货币 这个是什么 南美的货币 南美中美中那边的货币 这好像是银的吧 这是 这是造壁的机器 这是 这是造壁的机器 这是 这是磨练 这是 用这个东西做出来的 像缝纫机一样脚踏的 一下一个 一下一个 这是现代化的货币 这是欧洲 英国和俄罗斯的 这个钱感觉蛮新的 这都是老的 哇 这我第一次看的是贝克用的货币 这是货币吗 这是贝克 太平洋岛 小岛上流行的东西 哎呦 这是货币 看这盘子里面放的 这是货币 哇 这是 这用馅穿着这么多钱 我没看过 送过原来的一吊钱 也是用绳子吊着的 但是这个货币也太大了 这个是最大货值的 这是贝克货币 这是四五年到现在 世界上的各国的货币 这个造笔机有现代化一点的 终于看到美元了 老款的美元 这个 这个图画的感觉有点面熟 小时候我们那个五块的不就差不多 五块的是多少钱 也都是这种图画 这都是共产主义的钱 我感觉是 看这个图画有点 有点像吧 终于能看到认识的钱了 这是中国银行的外汇券 这是我小时候传说中的东西 这是外汇券 我这第一次看到外汇券 这个样子 这个大家都熟悉的啊 这都清清炒的货币了 这个都清炒的货币了 这个外汇券 这个外汇券 这有什么东西 在乔治完成 这个外汇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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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超市买东西把它换牌 换的时候呢 服务员第一次见到500的 他说哎 服务员还有500的呀 然后叫喊过保安来 两个保安来了以后 拿着我的钱去鉴定去 打电话问起 确认是有500的 那个朋友原来是在香港换的